只是真果的一个工具而已。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, 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, 不拘束之年,又变成一堆黄土。 因它不是永恒的,我们称之为价果。 对于真果和价果有所了解之后,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,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。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, 求得的就是三道。 三道简单明了,在解国大精神,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。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。 首先,求道就是直接解误了真正永恒不求的真果,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八。 在物质文明远照精神文明昌盛的经下, 若您是真果,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之手肉。 做事更加为真,更使我们为了忙碌满足价果而做出害几害人的事情,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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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